大家好,我是爱折腾的老高 本期咱们折腾下南奇55合1S2缸精密螺丝刀 之前4月份我们玩过23合1的2022版折腾神器 最近有小伙伴喊我说有没有新款呢 问了一下厂家有更骚气的55合1 下面我们开始啦 首先开个箱 2022版55合1 侧面安全须知 1.非绝缘工具 2.披头与螺丝要匹配 3.稍而不易 正面是厂家联系方式 背面55合1 下面是披头的种类和尺寸 看这下够用了吧 有这么多披头 手柄和以往不同 下面是更详细的披头形状和尺寸 打开包装盒 背面也有一个披头详细说明 6凹45是啥意思 过会我们看一下 正面是南奇的logo 两边有盒子两个锁扣 Open乘一 Open乘二 打开盒子 先看到是赠品 合格正 赠品我喜欢 先看一下 是一个小号的原装的手柄 尾帽顺滑 静音无足腻 把握能吃得上劲 前面这应该是皮头的锁扣 这个小手柄感觉可以拿来拆卸小东东啊 小螺丝 小玩意儿 随便找个小皮头我们试下 把锁扣按下 插入皮头 锁的还蛮结实的 拆卸顺滑 看一下主力手柄 尾帽无足腻 顺滑静音 把握部分旋转试下 感觉顺畅无足 这个部分改为了三段 中间除了22款的树凹槽 还增加了横凹槽 增加阻力 石卧纹落统一为22款长菱形 老高之前4月份测试 23合122款 使用这半年来 感觉比旧款确实进步不少 弹射式的延长杆更粗 使用更方便 注意 弹射开关是下面这个环 这个是夹磁和削丝器 特意问过厂家 中间两个洞是夹磁 外面这一圈呢是削丝 放进收纳盒 严丝盒缝 近距离看一下 这些皮头啊 各种形状 精精亮 我想这些皮头 应付市面上常见的螺丝 应该基本够用了吧 目测和旧款的 南奇皮头长度差不多 我们随便拿一个皮头 上眼看一下 这个皮头的根部 是六面凹下去的 六凹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不像原来旧款的南奇 是正六边形 SAL3.5 过后我们拆机试试这个皮头的固定 还有咬合怎么样 首先我们做个同比 这是之前老高 SURF做的南奇23合一 我们先看一下手柄 这是南奇经典风格 也是弹出式延长杆 两个手柄长度基本一致 最大的不同 除了颜色 尾帽有改变 手柄的把握不一样了 手握的纹理 55合一 还增加了数项的凹槽 然后刀头固定部分 有加强 也不一样 皮头的插槽 由正六边形 改为正六边凹形 尾帽形状不同 都是无阻逆 静音顺滑 来 我们比个键 看看谁的键更键 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55合一 买一送一 买大还有个小 看一下皮头的差别 肉眼可见 55合一的稍微细了一丢丢 最大的是3.5的 然后23合一 最大的这个是4.0的 中间这个凹下去的部分 也变长了一些 烹接面正六边凹形 过会儿我们把它插入刀头 具体的感受 还要去拆机拧拧螺丝 才能知道是不是咬得紧 相对于正流边形的传统P头 这应该是做了一个改进 看一下尺寸 收纳盒长约23.5 宽约11.08 厚约3.47厘米 与2022款23合一比较下 手柄尺寸长约11.65 布海尾帽约10.47 紧刀头和出卧部分5.62 刀头直径约1厘米 再看一下 23合一手柄长约11.61 布海尾帽9.99 刀头直径约0.73 紧刀头和出卧部分约5.64厘米 两种P头长度都是4.5厘米 重量 23合一手柄约69.8克 55合一手柄约70克 送送小手柄约17.9克 这款螺丝刀是上期视频中出镜的 给很多品牌代工大厂产品 用了几年 P头放氧化涂层已经脱落 尖端有磨损 有一点点哗啦 P头根部有明显的涂层脱落印记 南起是化学肚孽防氧化 不是涂层 往期视频我们做过 用了6年的南起P头和其他P头的对比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往期视频 再看一下P头的精度 也是肉眼可见的差别 做工的精细程度也不是一个档次的 看一下手柄 还是老式的拉伸的延长杆 尾帽足尼大也不是静音的 把握和持握防滑也很小气 与南起相比不管是从尾帽 还是持握防滑的处理 刀口延长杆 做工都不是一个档次的 重量约为62.7克 下面P头防落测试 南起一贯收纳盒的防落是做得不错的 没有任何问题 实用感受 老哥用它来拆最近测试的0克 SER6MAX6900HX 拿出P头和螺丝刀组装一下 尾帽顺滑 P头直接插是插不进去的 因为这个刀口上加了锁的 下面这个圆环是延长杆的开关 而上面这是刀口的锁扣 上提 然后这样才能解锁 可以把P头插入 好这样就锁定了 它是比较牢靠的 拆卸的时候也是需要把锁扣上提 才能把P头拿下 配合这个磁吸板收集螺丝 还是很方便的 看一下P头和螺丝的咬合是非常紧密 老高分享一下个人经验 当我们拆螺丝的时候 尽量选这个P头和螺丝尺寸匹配的 掌根部分对紧尾帽均匀用力 这样才能避免把螺丝拧花 起到保护螺丝和P头的作用 一边拆卸 一边把螺丝放在磁吸板上 避免螺丝丢失 善于利用磁吸 对我们拆卸螺丝 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因为角度不是很好的螺丝 我们长的P头就显出了优势 我们闭合这个挡板 而这个线夹在缝里 手指够不到 可以用长的P头 给它捅一下归位 看这磁吸力还是可以的吧 拧起来也顺滑 持卧用得上劲 这个阻力增加的比较好 感觉这55合一的 确实又上了一个档次 下面看一下赠频 首先是这个磁吸板 我们用来收集螺丝用 这是8件套 加上磁吸板和刷子 刚好是10件套 翘棒 劲儿还蛮大的 一支一弯两个镊子 一个小翘棒 一把长的拆机翘棒 吸盘 又一个加磁器 还有拆机片 都是爱折腾的小伙伴们 经常用到的小工具 随便找几颗螺丝丢上去试试磁性 这个吸力还是蛮可以的了 总结下 南七55合一S2缸 精密螺丝奥套装 秉承了南七一贯的工匠精神 重新设计了手柄 从无阻逆顺滑静音的尾帽到把握 持卧的横竖双向凹槽 长菱形纹理 防滑增加阻力 拧起螺丝来更带劲 多种皮头 基本上涵盖了市面上常见的螺丝 再送一把小号原装手柄 量大火好分量足 一套称心的工具 可以用多年可以当传家宝啦 感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折腾的开心 开心的折腾 我们下期再见